我今天来是向一个小妖精告白的 我这不是西游记哪来的妖精 我说的这个小妖精呢 他就是一个租我家房子的一个房客 我家呢有很多处房子 就是准备往外出租 你说租房就租吧 租了两年了 什么他要跟我儿子结婚 就凭他要工资 他工资那么低 他住那个我们家是数一数二的那个高档的小区 他比我儿子大六岁 你让大家说说这可能吗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我找到他家里我跟你说 吴老师啊 你让大家听听 跟我儿子做那个嗲劲 那毛毛哥啊 什么这个那 你也够表的 不是 你也够表的 不是不是 就真的他那个 比我儿子大六岁 你说你那么大岁数 你装那家 你装什么也装 他也不是那韩子 他对你尊敬吗 你跟他对话 还可以吧 叫你叫什么呀 叫我阿姨 阿姨啊 您呢不是他的对手 第一啊 您叫人妖精 人还叫你阿姨 就这种气场 您就输了第一招了 如果是你 人家叫你妖精 你叫他什么 我觉得我肯定 我得抓狂 对对 我真没有这样的修养 或者说我得跟他吼 你知道吗 我要是算修行五百年的 人家起码一千年 说实话 我觉得阿姨您呢 愿赌服输吧 而且啊 我跟你说 他呢不跟你提任何条件 不说我要车 我要房 我要什么 什么我都不要 我只要真爱 你知道吗 就这招最毒了 你又输了阿姨 你心里怎么这么阴暗呢 你们 你无非就是挑他 大你儿子六岁 但是人家也许真的有真爱呢 你了解过吗 如果这个女孩 她们家比你们家还有钱 她比她大六岁 你接受吗 那要看她 儿子怎么想的吧 你看吧 态度就有转变了 不是 我说的是这个小妖精 她有心机 一个女孩子 你说你住房吧 她一天到我 在家干活啊 就是什么拖地啊 什么那洗衣服的 她都敞着门 一个女孩子 你住房 你敞着门 但是她敞着门 你儿子住对门啊 对啊 她住的房子 是跟我儿子 是对门的 开着门打扫呢 这一点我就觉得 真的很有心机啊 一个好女孩 年轻女孩 不会随便开着大门的 里头在干嘛 怎么会欢迎参观呢 她打扫卫生的时候 会把门打开 那一刻可能是 家里边脱了湿了 她要把窗户打开 通气透风 这时候你的儿子路过 那正巧地看见 这个并不代表 她有勾引的嫌疑 一开始 其实我知道他们俩 就是有来往 就在一起 我就说孩子嘛 就是可能就是玩玩而已 感情你们家是一儿子 玩玩无所谓 是吧 别人女孩子就可以玩玩 不是 不是 图老师 这个妖精他太有心机了 我儿子真的是 平时就是很低调的一个孩子 非常怪的 你看我还给他买的那个 他毕业的时候 我给他就买一辆那宝马车 他都是不开的 我儿子给他买箱子 买一包啊 开宝马车 什么什么的这些 他全都接受了 女孩 他接受了 我儿子钱他也把过去了 我每月给我儿子 五六千块钱的那个零花钱 这钱都在这个 这个小妖精神里 你知道吗 那他掌控我儿子的钱 不是掌控我的钱了吗 我这么的家长 我不可能给 又不喜欢的女孩子吧 本来他毕业的时候呢 我们打算就是送他去 那个国外店的研究生 这小妖精一来 我们这个一个美好的计划 我这个家突然都跟我毁了 儿子跟我闹他 不出去了 不认我 儿子说你要不是 不让我跟他结婚 他就不认我 更重要的女子关系 还把我那个 要偷我户口本 不是他缩始的事 其实儿子为什么不读书了 一定是这个女的 受益他这样 因为他比你的儿子大六岁 一旦出国留了学 出去几年之后 他年龄更加大了 可能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不再是像现在这样 还三十岁 有交好的面容了 所以这些都会使他 这就是对你儿子的控制 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想 因为阿姨不喜欢他 我这是事实摆在这里 我跟你说 难道他非常非常地有经济 这点你看得很对 有可能是你儿子 主动追求他的呢 这种主动追求 也是他勾引在先 他一个打工妹 条件并不好 他不是把自己所挣的钱 寄回去贴补家用 而是租住一个高档的区 他从一开始就有钓鱼的心态 高档小区 那并不代表说 他父母没有收了一个 自己家花钱收的 几十万的一个房子 所以的话 这点是我们不能确定的 对 这点说的有道理 人家缺了你房租吗 他就是动机不成 想找一个勇金 我问你 他缺了你房租吗 没有啊 他自食其力 他不缺您房租 守信用 他好像没什么 租断 祟修 HR 4 如果你要认为它是有问题的 你怎么都能找得出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是喜欢它 你怎么都能够为它的罪而开脱 所以说我们要听当时人本身的意见 到底如何 好不好 现在有请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我问几个问题 这个女生如果真如您所说 心怀叵测 她今天应该不会来 她为什么要到这来跟你争论呢 跟未来的婆婆之间闹得那么不开心呢 她应该会低头 如果她不来 你怎么办 那我就一定让我儿子出去 一定让你儿子出去 棒打鸳鸯是吗 对 第二 她来了 她坚持说我们是自由的爱情 我内心是真爱你的儿子 我要结婚 那我也不会让她们在一起 我坚决是不同意的 那她们户口本都不要了 到公安局去开介绍证明 也可以结婚呢 所以我问这两个问题的意思就是想告诉大姐 接下来 待会儿那位女孩上来了之后 咱们不要情绪激动 有条有理的说出自己内心的看法 也许我们看错了人呢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请安静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整体来讲这个品位是不高的 对一个女生来说 其实上台的话 她可能可以穿成这样光鲜亮丽 但是她今天知道她面对的人是谁 因为在阿姨的面前 她希望打造出来是一个专装贤惠的 这样的话看起来干干净的女生 总比一个花枝招展的人 更让一个长辈容易接受 对呀 她卫妆啊 可可是大家看的呀 她就是没有为了大家看 她只是给阿姨您看 阿姨您觉得舒服就行 你先简单地叙述一下 您和她儿子之间的关系 就是简单地说 我住了阿姨家的房子 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不懂的坏了或干嘛的话 我说阿姨 这个东西坏了怎么怎么样 她总让我就是 哎 那个就找我儿子吧 就这么一来二去的 就是也不是说怎么经常坏 坏了一次两次找了一下 而来之后我开门做饭 那个女孩子家家 你开着门什么意思呀 这个事呢 就是说女孩子嘛 一都是喜欢干净 就比如说一天不在家了 我们开个门通通风 这是很正常的对吧 而且我们家洗衣机 我们家洗衣有滚冬洗衣机 他用手洗 他不是就是让我儿子看见吗 这个倒不是 我认为有些衣服 就是说一件两件的 办不上去用洗衣机 而且咱们就都就是 精打细算一下 省电 省电省水吧 你用手洗得干净吧 你两件衣服 你可能去用洗 省洗衣服 这点电点水 什么的都算你 这位美女 你省那点水电钱 你还不如租一个 普通的小区 你这点水电钱之前 还是这房租之前呢 我认为住什么样的环境 就熏陶什么样的人 住在这样的小区 能让我有上纪心 就是压着边凤凰吗 你就是攀高枝来了 你这么节点 你还住这么高档的小区 阿姨 这怎么叫攀高枝呢 我有点上进心 难道有错吗 我儿子是一个学生 对你来说就跟一个小学生一样 好骗啊 好单纯啊 阿姨 麻烦您说话 注意一下您的言辞好吧 什么叫骗啊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没错啊 我没有骗你儿子任何东西 首先我没有骗他 那你干嘛控制我儿子的那个钱啊 阿姨 我没有控制你儿子的钱 我只是 我只是让他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花 什么时候不该花 这女孩我现在劝你一句是什么 是你以为现在自己很成功 抓住了她的儿子 也抓住了她的家产 但事实上你什么都没有抓住 我跟你说 你想想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 它是两家人的事 跟这样一位 是你为粪土的婆婆 在一起相处 你的日子怎么过 我跟你说 你是一个自立的人 你是一个有志向的人 你不认为那是攀高枝 你说我这是上进心 一个有上进心的人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头顶削尖了 到一个那么不欢迎自己的家庭当中去 人活一口气 所以这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你干嘛要 非得就往人身上贴呢 人家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你 他没有贴 我觉得他真心相爱 他可以为了他儿子受的这些委屈 什么真心相爱 你看自己的未来婆婆 这样对待自己 我就应该高傲的转身离去 如果说他这边 能够把自己搞清楚 他儿子有的是选择 他现在是拼命抓牢 他儿子不放好吗 这个我没有去向他亲 就是主动向他儿子去献媚 是他儿子主动过来追我的 智琳姐是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她 你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一个女孩 我觉得是 我们看一个妇人 另一个假包 你就觉得是真的 智琳姐 咱不能用咱自己的理想 去强加于别人 我觉得 重点是 你这是戴有色眼镜去看她 不但谁是一个女孩子 不用 在家戴着都非要吵 他可能他没想那么多呢 他就是这么神经 这么大条的一个人呢 因为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她 富人拎个假包 你都认为那是真的 穷人拎个真包 你都认为那是假的 因为你觉得他出身不好 他做什么都是错的 而且这就是你 他嫁与不嫁 他损失的也不是您的家长 那您为什么要戴有色眼镜去看待他 这不是有色眼镜 你就是真实的分析 你就觉得 你也没存在 你为什么 你这个咬定咖是不好的呢 我告诉你不仅我会这么想 这个男孩整个家族 他的所有亲人朋友都会这样想 你常年累月在这样的眼光下生活 你觉得你会信我 归根结底就是四点 第一点他是农村的 第二点是年龄问题 他大年儿子六岁 第三点就是因为他出身不好 因为他穷没有您家有钱 第四总结了一句话 穷人自己奋斗有错吗 这个是没错 他自己赚钱自己工作 这样的努力叫什么攀高枝 这样有错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误区 母亲反对自己的儿子 跟另外一个女人在即 直接找这个女人谈是错误的 要谈跟自己儿子谈 管好自己的家事 再来找别人谈 我跟孩子谈是无结果的 我才去找他 所以说您连自己 你养了几十年的儿子 您自个都管不住 你还说别人什么呢 你自己儿子都管不住 你本失败吗 母亲希望儿子能幸福生活 孟默深爱自己的男友 都有说得清的道理 那么纠结在母亲与恋人中间的尴尬男人毛毛 会出现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吗 他儿子跟你提过出国留学的事吗 说过一句 说句实话 就是想跟他在北京踏踏实实的生活 就是因为爱不想他远走高飞 是不是有点怕他要是出去了 在外面有了别的情感了 不跟你在一起 有这样的担忧吗 有 有这样的担忧 有这样的担忧 今天为什么是你一个人来 这件事是阿姨针对我的 她总认为我是一个 为何人来说不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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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 我 还是 世界 你 我 谢谢大家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都能互相理解 你是我一个当妈的 你们能理解我吗 谁能理解我呢 我跟叔叔打拼二十多年了 我们没有文化 没有知识 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 就想到以后有个好前程 他现在大学毕业之后呢 我们想让他去出国留学 回来之后呢 他能有一份好工作 所以呢 我今天来就是 当着这么多朋友的面 我只想跟你说 放我儿子吧 让他住过 阿姨 家里就是阿姨求求你了 好吗 放手吧 我知道你和叔叔 挣钱不容易 所以 我才不会让妈妈花钱 那么大手大脚的 我今天之所以来到这个现场 我就是想让你 别像以前那样误会我 希望您能答应我 跟妈妈继续能走下去 我是 我是出身不高贵 但是我会 一步一个 一步一个小月的 他的事实地走下去 如果 如果您说 您怕我图你们家的财产 你可以去公证 我们结婚了之后 不会自己货 不会新手向您要一分钱的 阿姨 我是真的爱毛毛的 您能让我们继续在一起吗 嘉莲 阿姨今年来到这儿 当了这么多朋友 就一件事 我求你 放手 妈妈让她出国留学 两年之后她等她回来 如果你们要是真感情 你等她 你们是真的 我绝对不阻拦你们 而且在这两年当中 你们要跟她联系 让她安心学习 等她回来 你们如果再一起结婚 阿姨绝对不会阻拦你们的 嘉莲 就等阿姨求你了 嘉莲 阿姨求求你 好吧 你一定先当妈的心 好吧 你不是爱 爱饱饱的吗 嘉莲 嘉莲 我答应你了 wattni 好 亲爱的 外交了 流血 我们 爱情也不 爱情也不一定 有还是什么 我答应了 你是不是 我爱情也不一定 爱情也激过了